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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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節目 是CIOC自動車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Z3 Plus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這留言什麼 留言中結者 留言中結者都學人家了 我接收到很多的 Xienta的車主 相信有些人也在網路上看過 那我這邊也收到很多的受災戶 不要這樣斷定啦 反正就是他們也反應跟小吃反應說 他們的Xienta也會在雨刷擋板的地方 會漏水到室內 那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就去買了一台Xienta回來 實測一下原廠說什麼 左駕右駕車型不同跟日本不同 因為日本有招回嘛 然後加裝什麼雨刷引擎上蓋等等的 那我們這個是因為車型不同 所以這個台灣沒有 但是你回來呢我可以幫你處理 那據說處理是打Sleekon 簡單講就是這樣好不好 那話不多說實測下去 不要倒太兇欸不然等一下送我們弄它 我們慢慢的就好了 我們比照這個輕微等級的雨天就可以了 來看一下 拍得到它水沒有太快吧 不會啊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這邊有一些水呢 它有排到這個葉子板側面 但是也有很大部分的水是流到這個避震塔上方 那雖然我覺得這個東西淋到雨沒什麼 可是久而久之這邊如果積水的話 你的引擎上座也很容易老化或者是生鏽 這個我覺得有一點點的疑慮 我們現在的水是慢的對不對 有少部分已經會滴到這個保險絲盒了 好那基本上有一點點嘗試的應該會知道說 保險絲盒其實不應該是潮濕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側啊 另外一側我有發現喔 我們這個應該不算嚴重 因為我看到網路上有一些車主是直接會滴到這裡來 但是我們剛剛有實測是水燒大的時候 這邊有會滴到幾地 可能它慢出來了 那這樣子的流速 你看這邊就是滴到這邊 一直滴到引擎側蓋這邊 有沒有 一直滴到這個夾縫上 這好像看起來是一個電腦線組 我覺得這個地方滴水也不太正確 這裡面你看也有耶 全部都滴在縣組上耶 這個也是一個保險絲盒跟一個縣組耶 我們現在到這邊那邊也是持續還有在滴喔 坦白說啦 如果是買新車的話 你的車遇到這樣的情形 應該沒有人會能接受啦對不對 如果你的水倒下去沒有這樣滴 那代表你的是不正常的 你可能要回去跟原廠反映一下 說為什麼我的Sienta 沒有引擎縣組的雙水冷系統呢 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 我們這一集這樣太短了 阿呆你覺得我們可以怎麼做 找一天下雨 找一天下雨天 不用啦 倒水 我們剛剛那個水很小了耶 我沒有尿它吧 這樣大家又說我是那個耶 Toyota黑會不會 還是我們再找一台Toyota還是 找一台亞綠斯看看到底是不是正常 他們排水是這樣排 好不好 那其實這個就是 剛好做一個實測跟大家分享 如果說這個是真的有問題的 也希望原廠能夠好好的幫這些車主 把這個問題處理好 畢竟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認為這一些走電的地方 你反而引擎上面我覺得沒什麼 好引擎這裡有護蓋嘛 我覺得還好 但是這種走電線的 我覺得讓它長期保持在潮濕的狀態 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畢竟不是每個車主都具有 這方面相關的知識 懂得去把它做清理或是清潔 但是如果說你只是簡單的用一個打膠就帶過 我也有一點認為不太符合原廠的高規格 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去試一下 Toyota其他的車種 看會不會有類似的情形發生 走 好啦這次沒有提前測試喔 直接到 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欸其實長得很像對不對 對啊 其實長得一樣齁 他們的結構其實長得一樣 欸它的水不去哪了 欸所以它這個正常應該是 連避震塔都不能有水耶 它的水流到這裡 對它其實排掉了耶 嗯 對啊這一滴都沒有耶 這才叫正常吧 換另外一邊換另外一邊換另外一邊 這邊如果大一點它就會掉下來了 對可是這邊目前看起來還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而且它這個其實一下也不太會到避震塔 其實它也是排到這邊的 它剛剛就算滿出來 其實也從這邊回去 我們現在測試一下 的確因為我那時候我接收到這樣的訊息的時候 我覺得是有點小提大作 因為我們常在洗引擎室你知道嗎 我們會覺得說引擎室有一點水應該還好 可是實際測試之後我發現 欸其實不太對 你一個正常的車不應該這個水會滴到線阻啊 電腦的一些本體上面啊 我是覺得有一點點的不太正常 那我還要再試嗎 你就是要把它弄到地上摩擦這樣 再試一台 哈哈哈哈 好再找一台 Toyota的車子 欸這台沒有引擎上蓋耶 這個滴水就GG了耶 不過我看它的設計不太會漏水 它看起來包滿緊 它這個還做一點斜斜的 來吧尿尿小童 我們這台是2019年的Artist 剛剛是2016年的亞瑞士 好到 我覺得這不會漏啦 我看它這個做的樣子我就覺得不會漏 沒有 一滴都沒漏 不管是外側還是里側 剛剛那個時間台連裡面都漏嘛 念念小童換邊 好沒有 沒有 這沒有吧 這不用再試了啦 我們這個算小雨而已 我們剛剛給它也是差不多的流速吧 反正就是接到這個Sienta車主的反應 那我們做這個實驗 那是證明我覺得這樣低 坦白說是有點不太正常的 那我覺得不是小提到座的問題啦 水會滴到這些地方真的不是很安全 而且如果假設你買的是一台新車 你更不能接受嗎 它正常應該要被倒到 屬於它要留下去的地方 希望原廠能給這些 不管正常還不正常的車主 一個妥善的組織 我們這次就是解析了這個留言 真的是會漏水 我隨便買一台洗眼塔回來 我就中槍了 好啦 雙水冷系統準備要回原廠了 原廠它會很有爭議的幫忙處理嘛 你看上次燒回都給我們那麼多錢 還有悲劇了 喝酒的悲劇 所以我們這次呢 我們也特地安排原廠 那原廠一定是不能拍嘛 好不好 那就是去跟它講一下這個漏水的狀況 說我們有看到網友說 這好像不太正常會漏水 聽說有在處理 那就跟他講一下 他就會幫你處理了 完了之後可能再跟專員請教 說那我們是怎麼處理的 我們回來再試看看 處理完 我們再跟觀眾朋友分享 關於這個雙水冷系統的處理方式是怎麼樣 好 那就出發啦 回來了 搞定了 來 結果呢 沒有回報一下它怎麼弄 我看到照片整排的實力控耶 這邊紅紅這是什麼啦 隨便的膠帶啊 它沒有把上面撕掉 沒有 它就只有實力邊黏著 它上面的背部還在 不過還不錯啊 用知名品牌上沒有用副廠的 這個跟所有車主反應的一樣 非常負責任 你只要去 它就是會幫你 膠打好打滿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一樣請水男孩 Water Boys 淋下去吧 打完膠了啦 我跟你講膠都打好打滿了 我就不小心還會再漏 喔 它現在水就跑去那邊了嘛 對不對 其實避震塔 旁邊一點點啦 這可以接受啦 還是可以接受 欸 沒了啊 把你撕盒沒了 避震器上桌 欸 欸 這還是有啊 下太大了 我的車不能應付雨下太大這樣喔 它這邊滿出來你看 它這邊排水有問題啦 這邊還是有問題啊 這邊還是在這啊 對 你沒有倒出去 我跟你講 它一定是把膠補起來 有一些應該要倒的地方沒倒 造成這邊滿出來 這邊積到滿出來以後就變這樣了 這些保險絲盒耶 欸 我這個雨沒有很大 相信 你剛剛拍應該有看到這個雨的大小吧 有有有 對啊 其實沒有很嚴苛耶 這個還是一樣啊 好 再裝一筒來 換另外一邊 來囉 喔 可以 這個中等雨 你不要自己淋濕了齁 好 這邊一樣是在避震器的塔座旁邊 然後有拍到這個流水狀況嘛 這中等的 欸 這裡還是有啊 這現煮還是一樣啊 因為它這邊沒有處理 它只有處理那一邊 對啊 而且我跟你講 剛剛那個滿的現在 藉由這一次的雨來 它還是滿出來的 欸 這邊還是一樣啊 煞車有虎也有啊 不過這裡的沒有了嘛 上次是下到一個程度滿出來 它這邊才會低嘛 可是它這邊沒有做 所以正常來講 這邊應該還是會繼續低對不對 不好意思 來來 這次我們中間一點 你是不是想弄它 你是不是想弄它 太大了 你是不是想弄它 收啊 收啊 好 插開 那剛剛它爆過頭的 我們不能算它的 對啊 還是一樣啊 你雨大到一個程度 真的還是會啊 所以它這邊沒有處理 那 測試的結果 差不多嘛 這邊只有好一點點而已 至少沒有讓你看到那邊 可是好像不太理想 我是認為啦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雖然新的出來被打slicon 感覺很差 但是如果真的 因為這個一個塑膠片嘛 其實slicon 在我們的行業來講 我們也常常用slicon 來解決事情 以前那種05年國產的focus 它那個保桿旁邊有個通風口 久而久之 水都會從那個通風口流進來 造成那個後備胎式積水 我們在處理也是 把那個通風口 稍微拆下來 清潔乾淨用slicon 所以我覺得這種塑膠件 用slicon去補 我們坐二手車來講 或是修理車來講 修理廠來講 我覺得是還好 因為真的有時候 車子有一些瑕疵 真的補一下 問題是你連打了都沒好 我就覺得好像不太正確了 我可以接受你打狗襪 但是你至少 讓它盡量不要再翻這種情形 你只是打一邊也很奇怪 不然這樣 再預約一次回去說 這邊也有 然後再打這邊 我不知道他們現場人員 他們打完這個膠 他們有沒有去測試 他們也沒有測試 打完就還你了 對 怎麼那麼有把握 是他們打太多了 已經駕輕就熟了 可是也沒有成功啊 那這個剛好車主反應 然後我們也就收了這個車回來 那做這個實驗 留言一直還是存在啊 好不好 那這個喜歡我們類似的影片 記得訂閱票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以後有其他車主 你有什麼訴求 有機會呢 我們就盡量幫你翻譯看看 那我們是在說一就一說二就二 說三上一定是優雅 所以我們不會偏袒 也不會特別去黑哪一個廠商 好不好 下次見拜拜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Z3 Plus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所以你看他只有做這一半邊就對了 嗯 那你也沒什麼錯啊 再來他就會說這個沒關係就不怕水 我們怕電線過熱 電腦過熱 電腦過熱 線煮過熱 鋁類跟保險絲過熱 所以我們用一個水冷系統 水那個東西喔 你可以讓他不要過 但是你要找出路讓他走 不找出路讓他走 他自己就是想辦法爬過去啊 就是這麼簡單啊 就是跟那個 你對你女朋友非常不好一樣 不好到一個程度 他就找地方爬了